好 时间过得好快 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周末 在南台湾的肯定是涌进了许多游客 甚至还造成了塞车的现象 不过在今天因为风浪太大 海边是竖起了红旗围起了警戒线 禁止游客下水 有游客觉得好早兴 但是还是我妈妈带着小孩硬是跨越了封锁线来玩沙 另外还有许多人吃美食 把目标转到了后壁屋来吃海鲜 许多摊子看到都是大排长龙 平均要等上一个小时 才能够尝到美味的海鲜 老板娘端来香喷喷的海鲜炒面和炒饭 从台南来的这群学生好开心啊 大家一点都不客气 赶快拿起筷子和汤匙大块朵一番 因为学生们等这一顿海鲜料理 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下生意识很好 终于尝到了这家后壁屋便宜又实在的海鲜 看看摊子外面 许多人排队等着老板叫号码 海鲜市场上人生鼎沸 一边逛一边买一边吃 会涌进这么多的游客 其实许多人是从墾丁的海边转移阵地而来 因为听说是脏潮 脏潮 把握最后一个暑假周末 许多游客涌进了墾丁想大肆踏浪细水 不过却因为风浪太大 还寻属树立起宏旗 围起警戒线 禁止游客下水 让大家实在失望透了 大家觉得很扫兴 只能在沙滩上拍照留念 或者抓寄居线 不过尽管围起了警戒线 还是有家长带着小朋友跨过去 在接近海鼠的地方崴耍 尽管天气不稳定 游客还是陆续涌进墾丁 甚至一度造成塞车 就是要在暑假最后一个周末假日 尽情享受南台湾的阳光 沙滩和湛蓝海水 中文新闻张春华SNG小组 屏東